回到2018年免费DSC魔卷解卷的第十二题 如果你在看这段影片 你还未问我取得免费DSC魔卷 就可以先按停这段影片 然后在这段影片的描述里 会找到我Facebook 页面的连续 然后你便按在连续里 然后打帮我 和我说你想要那份DSC的免费魔卷 我便会发送给你 你可以先做了 然后再回来看这个解卷的影片 事不宜时,我们开始第十二题的解卷 首先 有一个半径是6cm的金属球 然后融掉它 将它整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半径3cm的半球体 和半径3cm的圆柱体 这个题目其实都是正路的 因为A2不代表每题都要回復 其实A1A2都应该是正路 但是我也想在这里 看看大家 看看Can I mistake 多不多 这里是半球体 并不是球体 如果你是当了球体 你会很可能以为自己是正确的 因为我已经试过了 如果当它是球体 其实你也会计算到漂亮的数字 如果答案 不,不用拍表 你是会计算到漂亮的数字 但是 其实这里是半球体 所以如果一会 你会逗留了半球体 我会告诉你分数如何比 首先 一开始有个6cm的金属球 所以 用回球体体积的公式 4 over 3 Pi R 3次 现在R就是6 6的3次 因为半径是三次 因为半径是三次 半径是三次 然后再加上圆处体体积 圆处体体积就是 Pi R 2次 再乘以H 那H就是那个高 如果真正考DSE 记得 假设H为圆处体的高 但因为这个解决 我就不写那么多字了 屈指一算 就会计算到H 是等于30cm 那这里究竟要不要写Cm 就视乎你Lat的时候 如果你说Lat H 是圆处体的高 那这里就要Cm 但如果你说 切完处体的高 HCm 即是你已经包了Cm 在那里 那这里可以不用写单位 但anyway 其实写不写 现在都不够U分 所以不多说了 无论你写不写也好 都不会够你分 好了 那这个就是30 是一个答案 有一个A分 那如果你是当了 没有半球体 你当了一个完整的球体 这样计算 那这里 当然就会计算错 A分 不会比 那上面那里 究竟能否得到分 上面我设定了 是1M加1A 1M的意思 就是说 你知道球体的体积公式 你就会有一个M分 然后这条式里面 每一块的位置 和数值都对 那就会得到A分 所以如果你是看漏了半球体的半字 那你就会得到M分 因为你仍然知道球体的体积公式 是4 over 3 HR3 但是这两个A分 这里有一个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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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没有了 那还有12题的A分 你就会得到1分 对了 这个是A分 好了 接着12B 对了 有个人声称 那个圆柱体可以分割为9个 高为4cm的小圆柱体 准确至最接近的cm 问你跟不一样 那圆柱体有一块 在哪 那么现在可以算到 这一块的长度是30cm 好了 接着啊 它就说啦 对了 他就说啦 将这个圆柱体 那样刮开9份 对了 每一份是4cm 准确至最接近cm 有没有可能做到呢 那首先解释了一件事情 为什么题目明明没有说要是水平这样剪,为什么你会知道是这样打横切九份呢? 这个题目不用讲的,因为它说要切成小圆柱体,如果你打洞这样切,或者打斜这样切,其实就不会做到圆柱体 所以就一定是这样的,打横,即是跟圆形的面平衡这样切 接着就问你最接近的CM,问你同不同意,是这样的,其实这里就是cost over 了另一课的东西考你 因为现在DSC的出题追势,其实就很喜欢拿这一课的东西设计了问题 但这条问题就不只是考这一课里面的东西,可能会有其他课的东西滲进来 这个就是现在DSC很流行的文化,这个其实就是cost over 了另一个topic,就是近似的topic 你想想一下,如果我要是拿这个30CM,整条东西30CM 要切做九份,每份是4CM,但准确至最接近的CM,就是说 这里每一个4CM最小最小,都要是3.5CM 因为那个绝对不差,名字都不太记得了,因为太小巧了 绝对不差是0.5CM,即是说你量到4CM的时候,即是说 每条的实际长度起码都要有3.5CM 好,那究竟30CM可不可以分成九份3.5CM? 那就试试把30除3.5CM 对了,30除3.5CM,一按机出来,你会计到是8.57CM 即是说,就算你刚刚每一条4CM,你都拿到最小最小最尽的了 3.5CM,但你用30去除的时候,原来都是分不开做九份 那所以呢,因为它是小过九份,所以我是不同意该宣称的 对了,那个声称是不同意的 对了,这个已经拿到最尽的了,每一条我都最扁的了 按到最扁的,但你都不够切九份给我,所以我就要不同意你的宣称了 对了,那这里比分就会是3.5CM,这里会有一个M分 对了,接着你告诉我,除了是小过九,这里有另一个M分 然后最后不同意宣称有一个,其实这个就不知M分还是A分 因为以往去partsaper,就这里跟不同意那一下会有一分 但是它就没有说明究竟A还是M 总之,我看到有不同意的字眼,而你之前那两个M分都拿完 就会给第三分了,就是这样 那当然你不可以说前面没有任何理由,直接Bpart第一个月不同意就收工 那当然就不会给到分你,因为你是二分一机会这样撞 所以你就是要那些理由,首先你M分要拿完 之后我看到你又不同意这个字眼,然后我就会给你第三分 就是这样,那这个就是第十二题的解法 其实呢,最难的难关只有两个就是 第一,我音,你究竟能不能看到半字 第二,就是你懂不懂记起很久以前 不是很久,好像是近年出过的 是的,那个近子值的玩法 Cost over 这个立体体识 是的,那这个就是这样 那么的话,我看到了 对我就看了